在B型肝炎,我們當然藥界跟醫界都還在努力研發 根除B型肝炎病毒的藥物,目前是還沒有真正的上市 但是有一些已經做了第三期的臨床試驗,快要完成 有機會在未來的五年之內上市 可是在台灣我們有提過,因為B型肝炎的代源是從很小的時候 可能從新生兒或者小學就代源 它的發病常常在青春期之後就發炎 所以在B型肝炎其實是蠻漫長的一個過程 我們當然肝臟裡面發生纖維化的機會 經過幾十年其實很有可能的 大家一定希望有根除B肝病毒的藥物 能夠把早期發現有B肝病毒存在的時候就給它根除掉 可是目前還沒有這個藥物 可是現在市面上能夠控制B型肝炎病情的 除了肝臟病毒以外還有很多的口服的藥物 肝臟病毒跟C型肝炎一樣 因為它有它的副作用存在 所以其實一般的B肝病友 他們就像C肝病友一樣 其實很不喜歡接受肝臟病毒的治療 那麼有了口服的抗B肝病毒藥物以後 事實上也是一樣 服用起來是很輕鬆 每天只要一顆 那唯一的是要漫長的服用 也就是說這個B型肝炎的治療 跟C型肝炎不一樣的地方是好像無窮無盡 這也是病友為什麼到最後會洩氣 而且我一生都要服藥 可是事實上如果我們的病友靜下心來想 我們高血壓不是醫生在服藥嗎 我們糖尿病不是醫生在服藥嗎 很多慢性病不是醫生在服藥 而且服用更多顆 我們B型肝炎病毒的藥物 一天只要一顆 事實上是蠻輕鬆的 所以有些事情就是要轉念 B型肝炎抗病毒的藥物 其實它的效果真的是非常好 我們現在最新的兩種藥物 事實上它們都很快 在服用藥物之後 大概最慢三個月之內 快的話一兩個月 就可以把肝功能ALT的數值 從本來好幾百降到正常 病毒可以從本來是可能好幾千萬 國際單位每CC 甚至上億控制到測不到 我最近有一位病人 他從一億多經過兩個月 就變成只剩下個位數 就只剩下五國際單位每CC 這幾乎快消失了 所以可見這藥物的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強大 肝功能也就慢慢恢復到正常了 所以這些藥物最重要的 雖然它不能根除B型肝炎病毒 可是對於B型肝炎病毒複製的抑制能力 是非常強大的 只要沒有B型肝炎病毒存在 我們的肝炎就會慢慢的消失 我們的B型肝炎病毒會引發肝炎 其實跟我們的免疫系統是有關係的 也就是說我們的B型肝炎病毒在肝臟裡面複製 然後它會把它的蛋白表現在肝細胞表面 然後我們的免疫細胞經過肝細胞的時候就會發現 有時候視若無睹 所以雙方可以和平共存 肝細胞也不會受傷 可是在某個時候它就對它非常不順眼 所以就會開始攻擊它 這時候我們都知道戰場是在肝細胞 所以就會破壞到肝細胞 所以肝細胞受傷 它裡面的ALT就會跑出來到血流裡面 我們就會知道肝細胞受傷的存在跟程度 所以我們在B型肝炎 ALT可以作為肝發炎的指標跟C型肝炎一樣 我們就利用這些藥物來壓制 ALT能夠壓制到正常 我們當然繼續研發 它根除B型肝炎病毒的藥物 那麼將來這些藥物能夠合併使用 我們相信對B肝病有的三部曲 是有很好的遏止的作用 也就是讓它不會產生發炎 當然就不會走向纖維化 不會走向硬化 發生肝癌的機率就減少 我們事實上經過健保給付 這是從民國92年 就是2003年開始 健保給付 B肝跟C肝的這些有效的 我們叫特殊性的治療 包括干擾術跟口服的藥物 以後到現在已經經過了17、18年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肝癌 還有肝硬化的發生的機率 不斷地在降低 肝硬化的發生機率 事實上經過10年 也就是說從2013年開始 已經降低了一半 比原來沒有用這些藥物之前 那麼肝癌降低了四分之一 為什麼肝癌降低比較慢呢? 因為它的前身就是肝硬化 所以肝硬化如果存在的話 它隨時就有機會產生肝細胞癌 這就是三部曲裡面 所以我們要先將肝硬化的發生機率減少 之後肝癌的發生機率才會跟著減少 那麼再從2013到現在又快10年了 事實上降低了更多 所以事實上我們在學界的發表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 台灣的肝硬化跟肝癌的發生機率 是一直在降低 因為這些疾病而死亡的國人 當然也就越來越少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的十大死因 十大癌症死因 它們會慢慢的往下掉 是這樣的一個關係 好 那麼這個B肝跟C肝既然有很好的藥物 可以控制或者是根除 我們當然鼓勵我們的任何的病友 都要一定要看醫師 要就醫 因為C肝是隨時開始治療 B肝是不一定要馬上治療 要看病情 要看病情 將來有根除B肝的藥 當然隨時就治療 但是目前沒有根除的藥物之前 我們是控制這個病情的藥物 不是隨時就治療 看這個病情需要的時候 來加以治療 這個也是我們B肝病友 常常久了就會比較怠惰 就是覺得反正我沒事 那我久久想到再去檢查一次就好了 我們要小心的是 不管B肝、C肝 其實很多是沒有症狀 那沒有症狀不代表沒有發炎 不代表病情沒有在惡化 我們過去觀察這個B型肝炎的患者 假如他有發炎 他自己都沒有症狀 可以在兩年之內就變成肝硬化 這是我們密切在追蹤的 因為我們看著他發炎 然後看著他從切片裡面就慢慢纖維化 然後就硬化等等 所以我們還是鼓勵大家一定要定期追蹤 那這個病毒性肝病以外 那麼非病毒性的 那就跟行為有關係的 一個是酒精肝 當然喜歡喝酒的朋友 對喝酒是覺得這是人生的樂趣 所以我們要真的完全剝奪他這個樂趣 事實上是有他的困難度 所以我們只能盡量的勸說 把這個危險的一個情況 比如說男性每天喝酒 酒精的量假如超過50克 事實上有些統計是假如每天超過30克的酒精 每天喝可能經過三年就有機會走向肝硬化 女性的朋友更少 每天喝20克的酒精經過三年可能就有機會變成肝硬化 所以他的侵蝕肝脹 影響肝脹 其實是你在不知不覺當中 你覺得很快樂 有人說我沒有喝酒就人生不快樂 睡不著覺 可是他不知道他肝脹在哭泣 事實上是很危險 到了肝硬化產生病化症 事實上就麻煩了 除了患肝以外就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不希望我們的肝脹因為酒精而造成三部曲 造成不可收拾的一個後果 酒精以外 有的人說我都沒有喝酒 低酒不沾 照樣有三部曲 因為他營養過剩 太肥胖 所以造成了脂肪肝 這個脂肪肝叫做非酒精性的脂肪肝 我們脂肪肝可以是因為酒精 可以是非酒精 非酒精的部分就是因為肥胖為主 當然加上糖尿病等等這些新陳代謝的問題 是更容易 而這些事實上都是個人可以來努力控制的 我們說體重的增加 一個是飲食一個是運動 不是掃動就是吃得太好 太油膩太甜等等都可能 所以事實上非酒精性的脂肪肝 在我們國人的超音波的檢查裡面 可以看出這個盛行率 從過去以來一直在增加 我們在30年前到台灣各地做超音波的篩檢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我們肝肌會存在的時候 我們在陳建仁教授 他有在台灣有11個地方定期做篩檢 那我們那時候也有做超音波 那時候就發現即使在鄉村 即使是年輕的人 也大概有30%可能有脂肪肝 那這些年來我們最近10月3號 做了一個全台灣12個醫療院所的 腹部超音波免費篩檢 脂肪肝的存在的機率竟然高達56% 我們做了19004位一般的民眾 沒有特別挑選 其中一半以上 56%有脂肪肝 當然我們還沒有仔細去分析 他有沒有酗酒的一個情形 不過我相信絕大多數應該是沒有喝酒 也就是說他們很可能是非酒精性的 脂肪肝病的朋友 所以其實這個盛行率我相信會越來越高 因為我們不可能脂肪肝的這些朋友 隨時抓來做切片 所以到底單純的脂肪肝會轉變成脂肪肝炎 發炎的炎的機率有多高 其實沒有一個很精確的一個數字 不過平均來說各國這樣的統計 應該差不多有四分之一 他有脂肪肝以後慢慢會發生脂肪肝炎 脂肪肝炎產生纖維化 這是必然的一個情況 這個數據一樣是沒有很精準 不過脂肪肝炎的朋友大概一樣 至少有四分之一可能慢慢衍生纖維化 慢慢產生硬化 那到了脂肪肝造成纖維化硬化的時候 他一樣會產生肝癌 所以在我們的國衛院有一個研究 他們對於也沒有B型肝炎也沒有C型肝炎的肝癌患者 他們去發現這裡面其實有蠻大的比例 是因為他有脂肪肝加上糖尿病 加上血中的三酸甘油脂增加 所以這些都是新陳代謝的一個問題 而我們要在這邊提醒大家的是 這個是可以自己控制的 你說肥胖、脂肪肝本來就可以靠自己的意志力、飲食跟運動 糖尿病也一樣可以靠飲食、運動還有藥物 三酸甘油脂的增加一樣可以靠飲食、運動 甚至必要的時候靠藥物 所以都可以靠自己或加上醫師的協助來控制 我們為什麼不努力呢? 所以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病 我們相信全世界都一樣是越來越高 可是這個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來控制的 這個是我們要在這邊呼籲大家特別要小心的 尤其我們很努力的把病毒性的肝病給它控制 不管是根除還是病情控制 以後這些非病毒性的應該就是屬於個人可以控制的部分 這個應該是提醒我們國人應該要特別的注意 脂肪肝是可以逆轉的 我們一般如果說體重可以減輕10% 脂肪肝是有機會消失的 如果更多那麼脂肪肝炎也可以消失 但是到了纖維化硬化要減輕或消失的機會就越來越少了 所以一樣跟B肝C肝一樣我們的努力要及早 所以我們事實上對於這個慢性肝病三部曲整體說起來 不管是藉助藥物不管是藉助自己的努力 都是有機會把這個三部曲給它阻斷掉的 也就是說我們相信如果大家共同來努力 那麼我們國人的肝硬化肝癌的發生機率 還有因為這些疾病造成死亡的機率一定是越來越少 這是我們肝病房治學術基金會還有我們肝病醫學界 大家所努力的一個目標 所以希望大家共同來努力 共同來把我們台灣的肝病能夠控制根除 讓台灣變成沒有肝病的一個國度 今天我就到這邊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